DFC DFC讓每個老師發現 原來孩子的力量是無限大 所以我們要試著 將教室的主權還給孩子 老師其實不再是老師 老師要多功能多方位 然後你要一直不斷的學習 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教書這麼多年我覺得 現在真的是要蹲下來 用孩子他們的心理去看 原來這世界上 是很多人在做一件很好的事情 很多人是想要讓世界更好的 而不是只有我們身邊 所看到的那個樣子 DFC就是帶孩子 玩一場很好玩的遊戲 不要打他當作不大人 孩子在那個體驗過程中 他找到了自我學習的價值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精神就是 讓孩子可以有實踐 最後還有一個分享自己故事的機會 他知道說為什麼我要學習 然後為什麼我要去往這條路去努力 如魚得水 找到大海中的一根浮墓 所以最終就是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跟孩子一起說I can 獲得I can的超能力 然後我也相信就是 很多年很多年之後 他們想到我這個老師 或是遇到我的時候 我們共同的話題都會是CFC 我覺得這個活動實在是太棒了 我每年都要來 太棒了 希望大家可以讓他走 我可以再看 我可以做一根浮墓